我是第十九批 傅黎巴嫩 维和军人蒋安琪 我是1996年7月份生的 然后今年是刚过25岁 我们扫来的人员 一个有62个人 然后扫来的居民 一个有6个 平均年龄是24岁 最大的是95年 最少的就是我 20年 我们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是6点钟出发 身上穿的防护服还有工具包还有探测器大概是二三十斤左右 因为防护比较重加上现在天气比较炎热 就基本上每天工作完就是衣服裤子都是屎的那种感觉 可以拧住水然后就像每天在工作 就是跟蒸桑拿一样就特别特别热 因为我们那米灰尘也比较多每天都是吃土嘛 就是到处就是眼睛里呀鼻孔里耳朵里都会净土 那些老违和官兵嘛他们就会给我们出情况说 可能在国外会遇到那些蛇哟虫子到时候遇到了你会怎么处置呢 那个时候我们也就是文字上就相当于语言上表达 首先第一步第二步然后就这么说但是真实的到了雷场你遇到这种情况还是 还是比较可能就当时就惊慌失措吧对确实就真实看到跟那种模拟的是不一样的 上次我们雷场就出现了一条蛇黑色的当时把我吓了一跳也有那个很长的蜈蚣啊 还有小蛇之前在那边进另外一个蜡场的时候就有就有时候挖了会出现那种小蛇也比较吓人 在蜡场不能随便跑也不能大喊大叫不能影响其他作业手干活 朋友他们每天发那个朋友圈啊都是吃的玩的而我现在是在国外为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